我们说一下打这个怪的核心, 上来的话立刻跑到他的正中心, 对他进行一定程度的伤害, 然后我们躲起来, 然后引诱他打第一个柱子的水桶, 打水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不要被打中, 然后一波伤害以后引诱他到第二个柱子的水桶里, 你敢丢弹我就随便丢的,大家可以不丢。 然后这个时候他经济槽一劲就空了, 空了以后我们直接对他进行输出, 不要让他出招,继续追击, 追击得差不多以后, 把他直接打残,打成这个状态, 然后我们一个重击,重击一下就行了,你别贪心。 然后在这里我们使用妖怪剂,对他进行伤害, 然后立刻再使用妖怪化, 妖怪化的目的是为了在长按状态里面, 我们能够对他进行更多的伤害, 更多的伤害是为了把他打出这个长按状态, 对长按状态我们的伤害是不足的, 然后打出来了以后,我们对他进行第二次的蜀绝, 当他这个状态复活,我们再进行一次妖怪绝剂, 在这一次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尽可能把他的精力打到二分之一的以下, 最好在三分之一之内,现在我们已经打到袋, 然后我们跑到第三个柱子里, 在第三个柱子里面再次引诱他, 又打掉了,这个时候他就已经不行了, 你看他又倒了,你可以对他进行处决,也可以不处决。 正常情况下我们50秒就把他干掉了, 然后你可以对他进行三次处决。 瞎的我就不说了,这个套路也很简单。